每日亲近神 为喜爱耶和华的律法 昼夜思想 这人便为有福 但愿今天你能够从神的话语里面 亲近祂得着亮观 生命纪第十八天 生命纪十五章一至二十三节 豁免是给予不是损失 每逢七年末一年 你要施行豁免 豁免的定力乃是这样 凡债主要把所借给灵社的豁免了 不可向灵社和弟兄追讨 因为耶和华的豁免年已经宣告了 若借给外邦人 你可以向他追讨 但借给你弟兄 无论是什么 你要松手豁免了 你若留意听从耶和华你神的话 谨守遵行我今日所吩咐你 这一切的命令 就必在你们中间没有穷人了 在耶和华你神所伺你为业的地上 耶和华必大大伺服于你 因为耶和华你的神必照他所应许你的伺服于你 你必借给许多国民 却不致向他们借贷 你必管辖许多国民 他们却不能管辖你 在耶和华你神所伺你的地上 无论哪一座城里 你弟兄中若有一个穷人 你不可忍着心攒着手不帮补你穷乏的弟兄 总要向他松开手 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补他的不足 你要谨慎不可心理起恶念说 第七年的豁免年快到了 你便恶眼看你穷乏的弟兄什么都不给他 以致他因你求告耶和华 罪便归于你了 你总要给他 给他的时候心里不可愁烦 因耶和华你的神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 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伺服于你 原来那地上的穷人永不断绝 所以我吩咐你说 总要向你地上困苦穷乏的弟兄松开手 你弟兄中若有一个西伯来男人或西伯来女人被卖给你 服侍你六年 到第七年就要认他自由出去 你认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使他空手而去 要从你羊群合场九诈之中多多地给他 耶和华你的神怎样伺服于你 你也要照样给他 要纪念你在埃及地做过奴仆 耶和华你的神将你救赎 因此我今日吩咐你这件事 他若对你说我不愿意离开你 是因他爱你和你的家 且因在你那里很好 你就要拿锥子将他的耳朵在门上刺透 他便勇为你的奴仆了 你带婢女也要这样 你认他自由的时候不可以为难事 因他服侍你六年 较比故宫的公价多加一倍了 耶和华你的神就必在你所做的一切事上伺服于你 你牛群羊群中投生的凡事公的都要分别为生 归耶和华你的神 牛群中投生的不可用他耕地 羊群中投生的不可剪毛 这投生的你和你的家属 每年要在耶和华所选择的地方 在耶和华你神面前吃 这投生的若有什么残疾 就如瘸腿的 瞎眼的 无论有什么恶残疾 都不可献给耶和华你的神 可以在你城里吃 洁净人与不洁净人都可以吃 就如吃羚羊与鹿一般 只是不可吃他的血要倒在地上如同倒水一样 一 豁免的意义 豁免有舍弃或放下之意 还有取消所有的债务 或是让土地歇息的意思 详细的说明如下 一 豁免的定力乃是这样 凡债主要把所借给灵社的豁免了 不可向灵社和弟兄追讨 豁免是只将财物借给灵社或弟兄 并且因为他们贫穷就不再追讨 大家都是上帝的儿女彼此照顾 就不会有人赢欠债而沦为奴隶 但是豁免条例不包含借钱给外邦人 二 六年你要耕种田地 收藏土产 这是第七年要叫地歇息 不耕不种 使你民中的穷人有吃的 他们所剩下的野兽可以吃 第七年是豁免年 土地要休耕歇息 也使穷人在地上捡粮食 这是神对穷人的怜悯 因为以色列人过去也在埃及为奴 被神拯救出来 所以他们当中的富人 因表现爱心 以金钱资助贫穷的人 二 豁免是给予 是一种祝福而不是损失 本章第八节指出 上帝吩咐以色列人 当穷人需要金钱 总要向他松手 第十节指出 你总要给他 第十一节指出 总要松开手 就是如同第八节 照他所缺乏的借给他 补他的不足 可是借贷的原则不是福利 而是按照穷人的需要 来提供帮助 富人帮助穷人时 态度要如第十节所说 你总要给他 给他的时候 心里不可愁烦 因耶和华你的神 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 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 自服于你 我们从这里看到 富人对有需要的穷人 要给 而且给出去时 心里不可愁烦 好像给出去 自己就少了 富人不要从得失的角度来看 而是要从属神的角度来看 虽然是给出去 但是将来神会在他一切所行的 或是手里所办的事上 祝福他 亲爱的天父上帝 感谢你赐福我 让我生活无缺 求你帮助我 愿意对有需要的弟兄姐妹 付出金钱的给予 或付出的行动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祷告 阿们 道读神的话 生命纪十五章十节 你总要给他 给他的时候 心里不可愁烦 因耶和华你的身 必在你这一切所行的 并你手里所办的事上 赐福于你 阿们 哈利路亚 感谢主带领我们进入了丰盛的应许之地 神喜爱 他所爱的百姓 享福 活在有山有谷 雨水滋润之地 他也要我们学习 甘心乐意的松开手 去帮助身边有需要的人 谢谢耶稣 让我们成为能够帮助别人的人 感谢主 阿们 是的 主啊 谢谢你帮助我们能够成为帮助别人的人 主啊 是的 我们相信 主要因着我们的善行 主你必要来偿还 主因着你的爱 我们遵行 主你所设立那豁免的命令 相信神不使我们受到任何的亏损 这也是信心的功课 也是我们回应神 你爱我们的方式 阿们 感谢主 我们一生要来回应神的爱 要甘心乐意的怜悯人 我们要常常默想 为了主的缘故 我们还能为身旁的弟兄姐妹做什么呢 为那些有需要做什么 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 阿们 是的 主耶稣 我们要活出爱神爱人的生命 当我们坐在最小的弟兄身上 就是坐在主你的身上 但愿我们都能够用行动 去爱那些有需要爱的人 我们不求回报 也不求被看见 因为主耶稣基督你的爱 在我们身上 已成为印记 但愿我们带着那份爱 来分享所有身边的人 谢谢耶稣 阿们 是的 主啊 让我们用你所赏赐的丰盛 分享给更多的人 主求你来指教我们的心 在给出去的时候 我们的心里不要愁烦 主啊 帮助我们回到你的面前 真知道我们都是被主所豁免的 愿我们都能够成为别人的帮补 阿们 感谢主 让我们有机会成为别人的祝福 求主帮助我们学习松开手 按着自己能力所及 成为弟兄姐妹的帮助 给予是神为我们所设计的 为的是要祝福我们 我们透过给予牺牲奉献 我们就学习从自私和贪婪中断绝 让我们单单的仰望主 祷告是奉靠我主耶稣基督的名求 阿们 耶和华 你的话安定在天 直到永远 愿神祝福我们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